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有第一位講者 是用線上的方式來做分享 然後後面都會是實體的 那接下來的20分鐘就會交給唐鳳正偉 來為我們分享 就是我國開放政府 國家行動方案推動進程規劃 唐正偉只會講5分鐘 後面的15分鐘都會交給大家的 slido QA來互動 所以請大家不要客氣 一邊聽一邊留slido 不管是你在線上或在實體 那我們時間接下來就交給唐正偉 嗨 大家好 我其實只打算講3分鐘 因為我看到slido上已經開始冒出很多問題了 我想說多留一些時間給提問的朋友 那我們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簡稱OGNAP 是我們在外交上面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就像大家最近可能知道 我們會以台澎金馬特別關稅領域 各別關稅領域來加入CPTPP一樣 那OGP是一個當然比CPTPP早一點的國際組織 那同樣我們也正在爭取加入 同樣我們也還不是會員國 那這個過程呢 在兩份簡報裡面 大概比較細的都可以看到 那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試著申請加入 在2015的時候 然後從161819 我們在每次的這些OGP的活動上面 公民社群以及我們自己政府的朋友 都不斷是提出一箱書 或者是分享我們的做法等等 那大概都有相當好的一些能見度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OGP跟別的貿易或者是其他題目為主的國組比較不一樣 是說要進入OGP的國家必須要先通過所謂的價值檢查 也就是說它必須要是一個民主國家 必須要人權自由等等 但它想要在這些最基本的東西上面再做得更好 那這些才是OGP的會員 所以裡面基本上是不會有說正在跟民主走倒退路的威權的這些國家 那一個國家進場它需要什麼呢 一個類似門票的東西 就是它要承諾說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面 那他們承諾做哪些事情 讓自己變成一個更民主的國家 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不是他自己講了算 就像我們的兩公約的國內法化 或者是我們的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歧視性別 主流化等等 這些也都是由國外的專家看我們英文版的報告 然後來進行Audit 就是來進行審核 或者他們叫做Independent Review 就是獨立的這個審查 那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說 我們從開始說要提這件事情以來 那民間有非常多的提案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的提案有12項 但是民眾的提案有22項 那我們最後承諾的事項 就是從這兩方加在一起 然後共同討論出來的 那我們的騎程比其他人的都長 我們是到就是總統的任期 蔡英文第二任任期的就是2024年的5月 那我們的主題大概就是國際鏈接民主深化 以及數位以及後疫情時代的治理的轉型 那我們很具體的這些承諾 大概就是分成這幾項 那這幾項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裡面的每一個次項目等等 大概就是透過我們在join平台 以及我們所有的加入我們的就是開放政府對話的朋友 它不需要是有什麼樣子的官職等等 它只要提出一個有概念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就會直接被融入我們的行動方案裡面 所以像我們一開始主要是做開放資料及平台的加值運用 但是很多人也說諮詢公開法也很重要 數位隱私也很重要 環境也很重要 所以大家就像拼圖一樣的 就是一塊一塊的把我們的具體的這些承諾拼了起來 那至於裡面的每一個細項我想之後都會有相當多的講者 來做很具體的討論 所以我在這邊就只是在螢幕上面稍微把它過一下 那最大想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裡面看到的都是你可以找得到名字 就是哪些政府的朋友以及哪些民間的委員 在幾年幾月幾日透過怎麼樣子的形式 怎麼樣子的徵集一起決定出來的承諾事項 所以後面的管考也都是隨時你不管是找到這些委員 或者是透過線上的參與 像我們今天工作方都可以繼續去 在這個承諾事項的基礎上面去進一步的去要求 不但要說到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 希望有一個還OK的開場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就到Slide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進Slide的環節 那我那個你會自己cue那個Slide的題目 那我只是在提醒線上的朋友可以在Slide發問 然後現場一樣我們就是先Slide回一輪 最後倒數可能五分鐘之前我再問一下有沒有現場要發問 或者是線上有要開麥克風 那就還是再還給AU 好的 那有六位朋友都想要跟大家問好 大家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算是回答了這個問題 具體的一個回答就是說在我們的擴大性別 以及族群包容性對話的相關承諾裡面 其實大概都是在照顧這些 如果完全只是投票的話 大概沒有辦法取得就是過半的地位的這些朋友 所以舉例來說 像內政部的促進新住民公共參與的發展 或者是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擴大 原住民族跨域參與國際接軌 客委會的客家議題公共參與 以及當然姓平處的促進性別包容性對話及參與等等 大概都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去讓這些聲音有一個 我們說一個 怎麼講 就是平常是在行政裡面的機制 跟在外面的就是主要是民間社群的這些機制 大家因為有些共同的承諾 這些是我們大家一定要一起做出來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承諾事項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原來姓平處承諾 在接下來有哪些要做的事情 它有哪些要量化的這些指標 新住民在內政部有哪些指標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成是說 你不太需要經過特定的政黨 如果在裡面有任何一項指標是你感興趣的話 不管是透過我們OGMAP的相關的委員 或者是透過在這裡面它就會說 這個可量化驗證的公私協力的提案及追蹤機制 等於它是創造出一個一個的空間 讓大家想要在這裡面發生的部分 在那個空間裡面就專門討論關於這個的事情 而不是說好像什麼都是要去跟其他的 就是所有的議題去搶能監督 等於這個是因為已經預先承諾了 所以你不需要特別說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做下這個承諾的公務機關 它本來就已經同意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就是創造出這樣子不斷持續對話的這個空間 我覺得是OGP在弱勢跟小眾的議題上面 的一個具體的貢獻 那詳請歡迎參考我們OGP這些具體承諾 事項裡面三知己的部分 大概都是這一方面的一些工作 好 那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那是不是可以分享其他國家的實際的案例 還有它的優缺點 還有它的建議 當然這個不是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能夠回答的問題 那我就只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 像我們如果去看美國 美國它作為OGP的發起的國家 然後它在一開始就是在歐巴馬的時候 提出了非常多包含就是香港資料 等等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到川普的時候 那它就當然有稍微換一下包裝 它把它叫做行政的現代化 Modernization 那但是因為這個是已經 往國際社會給出來的承諾 而這個承諾也是有獨立的人在看 所以雖然它在執行的時候 它不一定都用完全的相同的字眼做 可是它就不得不去延續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好像你在國際組織 給出一個承諾 即使是想要改變心意 也要有一段程序才能夠退出 何況OGP是大家都覺得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其實是完全沒有退出的理由 所以它創造出這個程序上一個問題 創造出一個超黨派的環境 那當然現在在拜登的情況下 它就有一點像它辦民主峰會 或者是說它以這個所謂的印太的 自由的民主的同盟 來做它的價值主張等等 那就是把OGP當時的這些概念 以及代價承諾思想 又把它轉化成 它去建立這個區域 合縱聯合的一個議程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說 看美國案例 我們就可以看到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 如果是公民社會跟政府裡面的事務官 都覺得重要 而且往國際做出了承諾的事情 那就算它在政黨政治上面 有一些轉移 有一些輪替等等 但是該做的事情不會因此就放掉 只有做的快跟慢 或者哪些事情比較側重的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如果一個國家 它想要在國際上面去尋找盟友的話 OGP是一個讓它一下子 就用理念的價值的相符合 而不是當時的這個地緣的利益等等 去談一個比較長期的合作 等於是互相訓練 互相賠力增能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 好像不是一個零和的遊戲 好像誰多慢一點 誰就少慢一點的這件事情 而是大家都可以彼此加強的事情 這是我就是參與這麼多年來 大概跟美國他們負責OGP的承辦人 經過現在就是三任不同的總統 大概可以綜合出來他們那邊的一些想法 那當然今天時間沒有辦法講得很細 那有九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問唐政委 目前的工部門還是非常的層級節制 那如果長官就是沒有想要推動開放政府的話 那基層公務員到底該怎麼辦呢 那我想就是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我想不會有什麼長官公開的說 這個我不想推動開放政府對不對 就是他的這個概念就是要更透明 讓大家更能夠加入政策的行程 是不會有人在檯面上面 就像現在在立法院的這個四個政黨 也不會有哪一個證件是說 他要更不透明 這個是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在台灣的政治氣氛裡面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基層的公務員的話 試著找到你的業務裡面 跟我們這些具體的承諾事項 有關的就是兩三項的部分 那在這兩三項的部分 你就可以很合理的去跟長官說 雖然這個不是你直接承辦的業務 但是你看到這個承辦業務 跟我們在承諾事項有一個相關 那不管你是在中央的哪一個部會或機關 你一定有相關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也就是Participation Officer 那你可以去取得 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聯絡方式 那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那我想要推動 在接下來我們這邊有沒有一些 想要自己提的案子 或者是我們在執行NAP 就是國家行動方案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事情 你覺得跟我比較相關 那可能一下子就是兩三個禮拜沒有 也沒有關係 那反正下個月或再下個月 隨時都還是有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的做法 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也有很多的公務員他就是下班的時間 也就是一個鄉民 那透過參加聚令幣 或者這一些組織 那去 旋名是一個社群 不是很有組織的組織 那然後就去把自己在工作當中 可能還沒有辦法 那麼快實現的一些想法 直接帶到外面來 然後去分享 然後看有沒有人能夠 先把它實踐到一個程度 然後回過頭來 讓長官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主意 好像我們就跟民間一起做比較好吧 那這個在聚令幣裡面 從最一開始我自己有參加的 蒙典 愛戴義就是愛台語網站等等 那到後來這個疫情的好幾次的工作 其實非常多都是常任文官 但是不是以自己公務員的身份 而是一個社群的參與者的身份 去揪集這個外面的力量 然後做出一個程度 然後再回來告訴長官說 民間做的這樣子很棒 我們是不是參與 可是其實你也是民間的一部分 這是另外一個 我們非常常看到的一個路徑 那有8位朋友們問說 開放文化在軟體界 廣受社群支持 當然因為它可以帶來許多益處 但是在政府裡面 這個文化不見得 能夠為公務員帶來好處 要怎麼樣促進在公部門裡面的 開放文化 不過當然在軟體界 也不是一開始就廣受支持的 1997 98年 當時才剛有開放 圓馬這個概念出來的時候 也有非常多大型的軟體公司 好比像說微軟 他們是非常反對 這樣子就是大家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的 彼此互相減低 維護成本的 這樣子的一種開發的方式 當然到了現在 這個微軟也有 也是Github的母公司 那微軟自己也開放圓馬 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他們已經完全 就是改變了 他們對於開放文化的想法 那這裡面的關鍵是什麼呢 這裡面關鍵就是說 他們發現 如果他們不加入這個開放的文化的話 他們會失去新一代的使用者 跟開發者的所謂的mind share 就是說大家在心裡就不會再覺得 微軟跟我的工作有什麼關係了 那當一家軟體公司 他只有好像被綁住 不能不使用他的軟體office 什麼的使用者跟開發者的這個生態圈 然後越來越縮越小的時候 那很快的這個軟體公司可能就會不存在了 那以政府的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在政府做政策制定的時候 或者是做任何這個預算編列的時候 如果跟我們一起想這件事情的人越來越少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在推行的政策 越來越不關心 越來越不肯告訴我們 到底實際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那這樣的話很快的 那就是公務人員就必須要解決全部的問題 就不能跟民間夥伴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是坐下來談 組成一個工作小組 然後看看哪些問題 不一定要全部你自己做 民間也可以做 所以省掉自己就是去頒負全部的風險 以及省掉自己要去做全部的事情 這兩個是對於公務員 就像當時在微軟的開發者一樣 是很明確的開放文化的好處 但是怎麼樣降低這個風險 以及不要浪費時間 當然是有些方法的 那這些方法在接下來的工作坊裡面 很多講師會跟大家分享 希望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在AU進到下面的問題之前 我先確認一下有沒有現 因為我們剩五分鐘 現場有沒有想要直接舉手發言的 有嗎 現場 現場一 有一位 那工作人員可以幫我們遞一下 那線上BBB聊天 是有人想要用口頭發問的嗎 這邊是沒有 好 那我們就待會 AU就等我們現場這一位朋友 有提問 可能幫我們在30秒之內 然後在slido到最後這樣 不好意思 我是之前那個勞動部的那個 工會 籌組工會的那個提案了 這樣子 那我是想 我有收過你的Email 對 所以就是像這樣的問題 就是就是那Email問題 就是除了說 我們去遊說立法院可以立法以外 那就是例如說行政機關這邊 我是比較想要問說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就是 協助的地方 或是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已經在 勞動部那個時候 其實我已經提出來 但是勞動部他們也很為難 因為他們就覺得 我這個也不是我的職責 那請問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實際的困難 然後怎麼處理比較好 謝謝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這裡面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說 它如果是跨部會的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任何部會 覺得說自己可以解決全部的問題 通常在政策形成的時候 就需要像我們剛剛講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去進行一個跨部會的 好像對齊的這樣一個活動 我們是把它叫做準備會議 或者是會前會 那要啟動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橫向來做這個對齊的 先決條件之一 就是有某個部會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覺得 他雖然自己解決不了你的問題 但他願意跟別人提 這是一種 或者是說在我們的 join平台上面 已經有超過門檻的這個聯署 那所有被點名到的部會 那他就非得去 在我們的就是每個月的會議上面 來提出來怎麼樣子 做跨部會的聯繫 所以這兩位的事務來講 是一個現成的機制 那在同一個部會裡面 跨機關的 常常也都有類似的機制 那不過這部分 因為牽涉到一些細節 而且我不確定你的email 我多少可以唸出來 所以是不是說 相當了解這個機制的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主持人 恩恩 是不是可以會後 就是多跟他討論一下 好的 關於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機制 大家如果有問題可以來找我 好 那剩下還有一點點時間 要不要再回答一下 slide的提問 好啊 恩 那我們就 繼續囉 好 那我就不特別念出來 因為時間不太夠 好 那 當然 對大部會基層同仁來講 這絕對是多了一些業務 但是我們要 反過來這樣講 就你如果不做這個業務的話 那你應付重複的所資 那應付重複的報表編列 你會不會也多某一些業務 所以我是覺得說 要讓長官同仁轉變心態 就是要先看他的痛點 他現在的時間被浪費在重複的 所資上面 以及重複的登記 或者重複的報表 重複的補助案等等 這些上面到底在哪些地方 然後在那些地方去推動開放API 跟開放資料 一個是省去這個重複應用的時間 一個是去省去重複分析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你解決他一兩個痛點 他就突然多出一些時間來 就會開始去想說 那我有什麼東西 別的也開放了 感覺上會有比較好的成果 那當然不需要任何專業能力 因為我們在所有公眾的討論上面 只要你有願意花你的時間 去分享你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跟這個政策有什麼厲害關係 覺得他怎麼樣影響你的這個經驗 這個第一手經驗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第一手經驗 所以只要在我們剛剛講到 這種比較協作式的場域裡面 分享這個經驗就已經是有所貢獻了 如果就是我這樣講太抽象的話 歡迎找恩恩討論 好那最後就是我國的Join平台 當然會繼續推動 也有很多網路參與的方式 那我們就看我們的OGNAP的承諾事項裡面 你只要找平台或系統 或空間或場域或工作方 那你就會發現有非常非常大量的 包含線上跟線下參與的方式 那我是不是時間已經到了 對好 那我們就掌聲 不管是現場的實體掌聲 或是現場的掌聲 感謝就是唐振偉的分享 那我在這邊 待會會進入休息的環境 那就謝謝唐振偉 然後我就再小小的收一下這一個part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報名表的名單 就其實我知道 從剛剛slide的提問就知道 其實很多朋友是長期關注開放政府 或者是所謂開放政府 國家行動方案這件事情 但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是純粹 會對開放文化或開放政府有興趣 那剛剛聽到的一些方案的內容 假設對你來說 第一次聽到的話 如果覺得有點陌生 那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今天整天的工作坊 會討論有好幾個層次的東西 一個是開放政府這個大概念 到底是什麼 以及它如何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另外一個是我們已經正在推動中的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這個東西不是唐振偉在主導的 它其實是我們 國發會跟我們整個行政院 甚至立法院也有開放國會 那這個行動方案是 就算換黨就還是會繼續的 持續實作下去 因為它已經是一個 就是被核定的一個 像政府的公文這樣子 一般的確定的東西 這個叫做國家行動方案 那這是另外一個部分 然後如果是對於這種比較 工作坊啊 協作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個層次的內容的話 那就真的也就歡迎 大家再來找我聯繫 可是其他比較大的主題就是 會交給後面今天的工作坊的講者 來為我們解答 那我們接下來的10分鐘就大家先稍作休息 然後如果任何技術上的問題 或是實體上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找我們的工作人員 還有我們線上BBB的工作人員為你解答 那就謝謝唐正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